Chantelle 姚卓飛 原定星期六下午出席商場活動 但受颱風影響而取消 一群小飛將 不能見偶像固然失望 但Chantelle也很懂得做 在網上開live和粉絲聊天 她還會跟家人 飛新西蘭旅行 同日晚上 Chantelle和家人 現身機場準備出發 心情大靚的Chantelle 還在社交平台 post出等登機的照片 現在行程大約定了嗎 有沒有什麼景點或者活動會去玩呢 因為紐西蘭有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是The Hobbit的拍攝地方 The Hobbit是欺負別人 然後去那個地方是拍電影的那個地方 聽說是很美的 所以今天 不是今天 所以我媽媽就計劃好了 就會去那個地方 有朋友問你 你去到什麼時候回來 去到什麼時候回來 我22號就在香港隔離園 一去香港期間都見不到你 希望我們會在IG裡面 多點見到你更新你的故事 出了一些post 看看你玩什麼吃什麼 想知道Chantelle 今次新西蘭之旅 會去哪些地方 小飛將記住緊貼社交平台 而Chantelle亦預告 快將有新歌推出 這天她率先唱了半首歌 給大家先賭為快 還說了不少當日拍MV的趣事 對呀 多得你傻傻等我 多得你時事找我 日子針釀過 往往有你聚在乎我 你好得太傻 不過多得你仍陪著我 前途針不安都 今樂趣那冠行座 共別分享分擔都有太多 不如趁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MV拍攝中間有什麼趣事 有一幕就是我和MV認識我的朋友的一位女生 我們兩個有一幕是要吃著雪糕 然後我很記得就是導演啊 他們就買了 網上工作人員買了十多枝雪糕放在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他怕我們一次過就 沒拍完已經吃完整個雪糕 或者吃到不像雪糕 這樣就會 出來的效果不好 所以就買了很多枝 當初我有想過 好不好吃多一點 然後NG多幾次 好像不是拍得很好 不如我們再拿另一條雪糕再吃吧 但是誰知道我吃完一條之後就飽了 所以就沒有去做這件事 不過如果我有一個吃也不肥的好處的話 我會吃完十幾條雪糕